因为至少我已经帮各位整理出一套相对已经比较简单的方法 比你自己去坊间去买书籍来看应该是简单非常多 因为坊间书籍即便你把它看完你还是写不出来 这一套东西我是蛮固定的都是回圈 然后再加你要输出到哪个储存格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大概DEMO 输出公式到这边来 并且把小数点取到整数 你会发现如果执行这个按钮的话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把公式丢进来 这个应该有概念之前我们讲过其实城市只有三行 4回圈加上丢公式 第二个是 就是清楚应该会清楚我们先按一下清楚这个也是一样一个回圈 加Sales的 Idea的I欄 把它清空掉清空的话等于空置穿就OK了有没有这前面写过 再来的话就是我丢过来的东西不是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看到的有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这是84 这边是84.1 那也就是多加一个格式 把格式也加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该怎么做OK 第一个 这个这三个是SARP 前面讲过SARP SARP是按按钮 那再来的话就是插入函数的方选 这个方选的话 第二个就是VPA 插入函数 它会跳出什么 使用者定义 那有两个一个是月考函数 OK那我就月考一 月考二 月考三 三次然后按确定 结果就向下填 不过它会返还到那边 最后还必要怎么自动点两下 让它向下填满 这个要自己做 清楚就用SARP 另外有一个什么月考的 函数范围 那范围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刷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们在第2次上课有讲到 所以你如果第2次上课 那个地方有手机函数 手机函数范围 这个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它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今天不是123 你变成你刚刚要点三次 现在的话不用刷一次就好了 这个方法当然相对比刚刚那个方法有效率 可是要怎么做 OK 所以待会我们会把 这个部分呢 再跟各位说一下 结果也一样 反正呢 做出来结果都一样 只是说呢 我们用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做事情 好那我们第1个先来看这一个 月考底线函数 怎么做 1 一样怎么样 先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对 2的话呢 我们就是什么 到 模组里面怎么样按右键插入的模组 OK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了 就这一个 然后里面撰写程式 撰写程式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我先删掉 就是从上面插入程序 加一个sub 名称就月考 底线公式 打在这里 按确定 它就会帮你产生什么 产生这个 那再来的话我就写一个回圈 做输出 回圈 因为之前也写过 For i 等于第13列 到 第27列 或者是呢 向下追踪也可以 OK 那我们就 程式的写法 应该还记得吧 4回圈写在这边 我先把这个删掉 OK 就写这样 For i 等于第13列 到 27列 但27列如果将来你资料会增加的话 你可能要改成什么 向下追踪 怎么向下追踪 还记得吧 这个我一直强调 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不会向下追踪的话 那你变成每一次 27的 那下一次又变28 你不是要再改28吗 还有呢 变29 那永远改不完 所以你记得 向下追踪 非常重要 把它改 那改的方法就是 游标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一个储存格 也许是 A13好了 然后 Ctrl向下 OK 它就会向下追踪 所以 A13 向下追踪 就是 点 END END END就是 有点像 Ctrl向下 它会在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但是记得 中间不能空下来 相对作号应该没有空的 编号 或 像身份字号 反正就 那种不会 不允许空白的 像资料库里面有一个概念 Key 一定是不允许 弄我 弄我就是不允许空的 OK你就用那个当成 你追踪的那一栏 然后刮弧之后 向下 向下就是 XL 然后后刮弧 它就会追踪了 然后追踪到列告诉 点Raw 它会把Raw 返回来 OK 所以前面 这个点 是向下追踪 有点像一个动作 后面这个点是把资料带回来 这个资料带回来 是把那个 它的列的位置 所以它会 把它这个列的27怎么样 把它丢到这边来 OK 当然你其实也可以把这一行 这一行其实有点像 把两行程式 把它变成一行 你也可以分开写 但是我习惯上就是写成这样子 这个应该有印象 前面我们写蛮多的 再来做什么 再帮我把公式丢到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怎么称呼它 就是 Sales 有个固定的用法 因为 它的列会变 所以就打一个i i的话是13 14一直往下 那蓝不会变 所以蓝的话哪一蓝 第i蓝 有没有 因为它这个蓝 是英文字 所以我们后面固定用这种方法 OK 后瓜糊一下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串文字 先把双一号打 上去 然后把什么 把那个公式贴到这边来 贴的话还记得 就是把这个怎么样 复制一下 然后 可是 因为里面没有双一号 所以不用贴基石本 OK有没有 如果你有看到里面有很多双一号你就贴基石 如果一个都没有 那你就不用做这个动作了 但是你可能要做第2个动作 就是你什么 你这个地方 往下去去看一下 有没有哪一个会变动 有没有发现13变14 1415有没有 那又就是说这个地方要改成i 所以你直接怎么把它贴过来 这个应该 慢慢就熟练了 然后就把这边改成i 那改i的方法我讲过嘛 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 e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这个已经靠 反射动作了 空白 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13 双一号到双一号复制一下 贴过来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反正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输出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他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输出 然后清除的话就在这里 差别只是说后面加一个双一号 清除 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 变成一个公 最后不是公式 而是结果的话 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们待会 反正按部就班 就是这个是前面都有讲过 只是说各位可能也许熟也许不熟 反正不管 你们就做做看 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是丢公式 而是做完的结果丢过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那这个公式 这个刚刚写的城市云端上都有 所以如果你不熟的同学 请务必找到云端 上面 会有答案 那 如果你实在打字比较慢 或者容易打错 我是建议你先贴吧 先跑一下看看 等到跑完了 他会walk的时候 没关系 你再 重新再 再把它清掉重挡 这都没有关系 学习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些 有一些乐趣 那 尽量 少一点挫折感 多一点那种 比较愉快的经验的话 至少对各位 学习那个VBA 是有帮助的 那都是好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 就是 把那个三亩端 丢到 这个除春歌里面 那另外先写清楚 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何 不是在那个什么 丢公事 你会发现相对的丢公事 比较简单 因为你不用想说 如果我不丢公事的话 VBA怎么写 这个 又更困难 对童银来说是比较困难 不过 慢慢的渐进的 以后如果会的话 那会更好 因为你可以做出更多的变化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 被 限制在那个丢公事这个动作 那如果有些地方 他可能 不适合用丢公事的话 那也许你就没有招了 OK 所以尽量还是 试着能够多学一点 怎么样用VBA 可以 这个实现 我们要的这个动作 OK 至于 未来工作上要怎么写这个程式 我一直特别强调 没有所有的标准答案 我觉得你就是要 顺着你自己的逻辑 然后能够把你要的问题解决 那就是好方法 OK 试试看 我